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輝 那再來我身後 這台2021年5.5代的CRV 那為什麼要買CRV呢 很多人在選擇休旅車的時候 可能會看比如說RAV4 同級距的一些車種 那如果以我個人來說的話 我會覺得說CRV在同級距 雖然車價稍微高一點 但是它的CP值及空間還有動力 都是遠遠超越同級車的 那我們看到它車頭的部分 它車頭的部分 可以看到非常豐富的肌肉線條 這非常誇張 那這個也代表Honda 粉田混的一種熱血 那今天這台車它可以熱血 也是一台非常適合家庭出油的一台車 也是幸好爸爸 男人的一個象徵 那我們看到它大燈的部分 它大燈的部分是LED的 所以基本上在照明度 或者是說夜間行駛的時候 它的照明效果都是相當不錯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前方這個 水江護照的部分 水江護照的部分上面有一個雷達 雷達的話它這個是包含 ACC主動跟車 還有車道便利 然後還有它車窗的一個 鏡頭 來做它跟車的一個雷達的辨識 那下方的話 下方的話有一個LED的霧燈 那我們看到它車側的部分 那我們來到車側的部分 車側的部分 跟車頭一樣 就是有一個非常豐富的線條 包括它的輪斧 還有車身的曲線 一直延伸到車尾的部分 它整個從側面看過去 是非常的有肌肉感跟熱血 那輪胎的部分 基本上 買回去也不用再擔心 因為這個四顆輪胎我們都更換完了 那輪胎都是22年的 那基本上這台的話是搭載 18吋的SUV鋁圈 跟胎底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車尾的部分 車尾的部分 如果以這台來說它是沒有天窗的版本 那天窗跟沒有天窗的差別 就是差在後續一些維修 或者是漏損 開車開到一半 車都會下雨的那種情形發生 那基本上雷達 四顆都是有的 然後還有它的車後整個 看起來整體上是非常的差勢 那我們看一下它行李箱的空間 那行李箱的空間 電動尾門 這個都是最基本的 然後還有它後置屋的一個行李空間 跟同級車來比 這個已經 大非常非常多了 我只能用CT非常高來形容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它車內的空間 再來我們來到駕駛座的部分 駕駛座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液晶式的儀錶板 整體上是非常的有科技版 那以目前這台CRV來說的話 我們的公里數是跑了6萬公里 那我們全車已經做完認證 都是原版件 那里程數也是有做保證的 那再來看到方向盤的部分 左邊的話有中間 行車資訊的顯示 切換 然後右邊的話它有跟車系統的一個調整 還有車道偏離 那多媒體主機 原廠的 它裡面的功能也是滿齊全的 所以也不必要再改安卓機 那再來就是雙驅的橫穩空調 然後電子手搭車 跟Poto Hall 還有一個Echo的協能模式 那前方有一個無線充電 跟兩個USB的充電孔 那再來是它的這個 中央扶手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滿特別的 而且空間也挺大的 跟一般的車子相差滿大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那再來整個後座的空間 就是整體上就是以這台休旅車來說 通級車來說 我是覺得這個CP值跟 車內空間已經遠遠超出 通級車了 這個不管說你是遠途啦 還是說要錄影 這個整個車內的空間 坐起來都是非常舒適的 包括後面的冷氣出風孔 也不怕坐在後面會很熱 或者說夏天的時候 會有整車冷房不足的效果 後面兩個USB的充電孔 也是都有的 所以它的配備是很齊全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它車頂的部分 它車頂的部分就是 剛我說的 它跟天窗版的差別 那這台是屬於沒有天窗的 所以後續不會有漏水的問題 那以上是我對這台 5.5代SGIV的介紹 那如果有想要看 開其他什麼樣的車種 或者是通級車 或者甚至改裝車 都可以下方留言私訊我 那我去幫你們達成這個夢想 那如果有喜歡我的影片 再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喜歡這台車 歡迎來降乘機車找我 我是阿輝 買車找阿輝 一定要指名阿輝 給你一個優惠的甜點獎 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實在就是SUM